因为我们最开始想做整个行业里边的高端的这种培训 所以我们的学费一直比别的地方高 但是我们会发现会卡住很多真正想学的 但是家里条件有限的 而且你知道舞蹈行业真的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练得越好的家里越穷 所以说它确实就练得比较好 我们这基本上每年招的好的家里都没钱 我还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你们都是一个山沟里出来的吗 为什么都是一样的 对确实是都没有钱 那你没有钱的这种我们也不希望说把人拒之门外 我们在保证我们正常的一个成本支出的情况下 那我们还是愿意聚焦的 我们也希望出成绩啊 就是我们最开始确实就是总给人免学费 还有那种来作的呢 你别提了气死我了 比如说这个打个六折 那个打了个四折 这个就是真没钱 我干脆我就一分钱不要了 互相通气 通完气之后来跑我 为什么他那个就没要啊 为什么他那个 对对对对 我说你要知道的是你应该交全款的 对你如果对此有一亿的话 你就把你已经上了课的钱给我交了 我给你多催少补 然后你就走人就完了 有这样的特别多 就是你对他好他都他都不懂 对总跟他不要钱的比 没有耗过单腿的差 就没有说把一条腿放到凳子上 我从来都是悬梁差 前边一条腿 后边膝盖一条腿 然后老师再坐在我的后话跟上 然后耗腰你知道吗 就是下腰不下去 但是耗着 我最常耗过将近 将近四个小时吧 你想想什么概念 被罚 其实你知道怎么样才会伤吗 你反抗才会伤 你正常的顺着来的话 你不会太受伤的 尤其是给你压腰压腿的时候 所以老师经常说 你别跟我使劲 别跟我使劲 你记得吗 其实就是怕伤 所以你知道咱们下腰的时候 包括医生也知道 你下腰的时候 腿分得越开 下腰就越轻松吧 对 你把两个腿全都并起来再下腰 其实反而难吧 然后我们那时候耗腰 不管是耗腰 还是躺在地上压腰 扳腰 全是两个腿是并在一起的 然后 然后那个耗的时候 手还不能分开 就两个手要交叉 推出去 然后并住腿 这样子耗 下到最低 然后一耗耗 耗将近四个小时 我起来的时候 就是整个这个白眼球是没有的 就是白眼球全是红色的 然后黑眼球 你也能感觉到发踪了已经 就是眼睛里面 就是你看东西都有点发红 就是冲雪嘛 所以那个腰才能软 就是咱们学校自己的红星杯 你也知道 我当时 准备了好长时间 就是为了这个奖杯大的 因为当时先比组合 组合比完了之后再比剧目 然后我比完组合中间有一场演出 我跟你讲当时说实话 就是 就是你的机能在退化 你像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说地板凉啊 或者说直接吹空调啊 其实没有那么大明显的感觉 然后那次就是活动开了之后 然后 然后 离上场还有一段时间 我就在地上躺了一会儿 起来上台坐了一个旁边后 然后肋肩肌 肋骨跟肋骨之间的肌肉就撕开了 它撕的时候我听得到声音 我就说那我比完这个组合 反而就不比了 然后后来第一是组合当时拿了一个最最高的分数 然后再加上当时又觉得是为逃利为选拔的 我就打了个封闭硬伤 结果这封闭打的时候还挺后悔的 就是永久性的创伤 现在人家陌生人给我按摩的时候还能摸出来 说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打过封闭 对有一个结 这个结是揉不开的 死割的 它就是一打 你现在用腰的时候它会挤着 就你会觉得有个东西挤在那 我腰也是 我用车也是 真的不能再打了 我都跟我学生说千万不要打 因为有一次打车 在美国我想去参加探摩 我想去唐人街 然后我上车的时候是一个黑人司机 然后呢上车他就主动跟我聊的 问我哪来的吗 我说我是中国人 然后说那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说I'm a dancer 然后你知道吗 他给我的反应就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他很诧异 他的原话就是我非常骄傲 在我的有生之年 我可以拉到一名舞者 这是他的荣幸 他不会奉承你 他不会巴结你像追星一样 他不会 但是他很理智 他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的荣幸 为什么这件事情我记得那么清楚 就是因为在同一天给我一个学生打电话 他当时要也是要去录节目 去一个电视台 然后他打车也是在出租车上 他就告诉我他受刺激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打车去的时候 我拿了扇子 然后可能扇子在包里面插着 然后就把那个那个漏在外边 对 然后司机就看到了 司机说 哎呦小姑娘你这是那个干嘛去啊 他说我去电视台录节目 说那你是干嘛的呢 说我是跳舞的 然后司机给他的原话就是 啊我知道你们就是那种一天给个5080的 然后就是在那扇扇扇子 甩甩仇子的那种伴舞 现在能挣多少钱 应该能多一点了吧 应该不止80了吧 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特别大 我就觉得 我做的这件事情 我不奢求他能够换来多少荣誉 但是我觉得基本的体面与尊重还是要有的 因为舞者光鲜亮丽的站在舞台上 我们本身就是很体面的 那为什么我们卸了妆 离开聚光灯之后 反而要活得这么卑微呢 我不是对自己狠 是老师对我狠 我胆小 只能这么说 老师对我太狠了 你看我膝盖 看这 它有个包了吗 我这个人当时开玩笑的时候 膝盖上长了个鼻子 不是 因为小的时候就没体 没有能力的时候 就是跳不起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那时候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 白腿跳 白腿跳正面完了还练反面 然后我就是练反面的时候 落地不会蹲你知道吗 就落地就生杂的 我不知道医生说的对还是不对 就感觉忽悠我 就说你那时候是在长个儿 就这都是我个儿 就是落地的时候蹲的 对就是那个下边的劲 上面的劲挤挤挤 就把这个个儿挤到这儿来了 捋开没准我还能再高个两公分 长的时候超疼 它就是刚刚长起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碰都不行 你要是这么打一下 我就立马就能疼哭 那现在就做不 现在就是 这不好 这要做的话只能手术吧 我这边也有 但是这边你看还是这样的 这边就可能就有点让我跪多了 就给压平了 你看上边 但是这边跪的少就是尖的 没有我从来不练跪转 我膝盖根本就做不了鬼转 就是而且你知道吗 我还有一个短板 就是我扫堂不行 我不会做扫堂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在开扫堂的时候 是我膝盖最疼的时候 所以就是一练扫堂 我就没法做 这个膝盖一直疼到 全班扫堂 他耳转已经都能做了 我都没练过 所以到后来 我到现在我也不会扫堂 他耳转 就是而且后来我自己练 我也没练过 就是疼 我现在 你就让我说 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一个膝盖上 然后或者说都不用跪 我也疼 没办法 再给学生扣动